接下來要介紹的東西叫做地震帶 就是那個經常有發生地震 你把發生地震做記錄然後點點點點點點 點完之後你就發現它會有個帶狀的分布 這叫做地震帶 古時候交過了 地震帶跟誰一樣 板塊交界帶一樣 板塊交界帶就是地震帶 OK 世界上主要有三個地震帶 環太平洋地震帶 歐亞地震帶及中央地震帶 第一個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就是環太平洋這一圈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有這些地方只有一個地方重要 就是台灣重要 台灣重要 台灣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所以台灣經常有地震 所以台灣經常有地震 其他的什麼日本 菲律賓你都不用管他 你只要管台灣就好 台灣在環太平洋地震帶 另外一個叫做歐亞這名字很多 有人叫歐亞地震帶 有人叫地中海地震帶 也叫地中海極橫貫歐亞地震帶 就是這樣子一排過去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過去的地方叫做歐亞地震帶 這個看看就可以了 看就可以了 再來又是個中央級 中央級地震帶 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中央級是板塊交界就是地震帶 好 這個 就是剛剛講過的 地震帶跟誰大致相合啊 剛剛講過的 板塊交界帶 這個我們當初在講板塊的時候我帶過了 我們再強就是你要背的 我講過 多深叫深緣不用背 多淺叫淺緣不用背 可是有東西要背 這個要背 我們以前在交板塊的時候說過 哪個地方幾乎都是淺緣地震 那個地寒對流上升的地方 中央級 中央級地震帶幾乎都是淺緣地震 淺緣地震 好 那深緣地震幾乎都在環太平洋 為什麼 海溝 銀墨 這裡海溝銀墨 這裡有很多海溝銀墨 所以幾乎到環太平洋 多深叫深緣不用背 多淺叫淺緣不用背 但你要知道 中央級地震帶幾乎都是淺緣地震 然後環太平洋地震帶會有一些 深緣地震 深緣地震 這些它的比例分配我 獎益第六月的知識快遞有寫 你也是一樣欣賞一下看看就好了 考試也不會考你啦 好你看一看 知道一下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地震到目前為止是無法預測 科學家所謂的預測地震 必須要講出時間 講出地點 講出規模有多大 深度有多深 這樣子 才叫做我有預測 不要我跟你隨便唬爛我一定對 台灣明天會有地震 我保證對 台灣一年可以發生一萬多次的地震 絕大多數無感 所以明天一定有無感 廢話 真是講廢話 所以沒有 所以地震到目前為止無法預測 大家很多人想辦法啦 想辦法 比如說去看一看空氣中什麼的含量啦 或者是地下水什麼東西什麼狀況啦 那美國在那個 擺了一堆的偵測儀器 就希望能夠說 看看 發生地震之後 到收集去看資料 看看是不是有什麼徵兆 可以告訴他說 有地震要發生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做不到 目前為止做不到 這個大陸曾經有過四次短齡預報的成功實力 短齡預報就是說 告訴你 三天後 一個禮拜之內 會有地震 短齡預報 最有名的第一次 海城地震 發生之前就警告 有地震要發生 大家做好舒散撤離 所以發生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災害 對不對 就這種 可是即使大陸已經有過 四次短齡預報成功經驗 大陸也不敢說 我們可以預測地震 因為他們似乎也只對某一種地震 比較可以看得出來 其他也看不出來 何況 海城地震之後第二年 有個更大的地震叫做 龐山大地震 上次有電影 有人看過嗎 龐山電影 死了更多人 就沒有預測 就沒有預測 不過事後消息發現 似乎事前 就有人講過 龐山可能會有地震 可是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也很正常 沒有處理也很正常 龐山是個大城市 跟台北市一樣 台北一樣 好啦 你預測 台北市三天之後 會發生規模期的大地震 你講還是不講 你講出來了 台北市都知道了 人全部跑光 三天後 真的有地震來 你是救世主 你是神 如果什麼事都沒發生 你什麼事都沒發生 這個地震預測也沒有百分 百分百準確啊 百分百的啊 不曉得 所以沒有講也其實也蠻正常 所以 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辦法預測地震 沒有辦法預測地震 目前的能耐就是 那事先做不到就只好做 就是無法預測 只好做一些別的工作 來減少災害 幫我提一下 就提一下 沒有辦法預測嘛 就只好做好一些準備動作 準備動作 來幫忙 就告訴你說要調查 這個是對的 做好調查啦 避免地質不佳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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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錯啦 但對台灣而言 其實講的跟沒有講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台灣地震斷層帶實在 太多了 你如果通通要避開 你待在台灣就可以不用住人了 台灣就可以不用住人了 只能說 知道這邊有個斷層 大家蓋房子的時候要注意啊 小心啊 怎樣怎樣怎樣啊 或是如何如何 你要真的要避開 台灣就不用住人了 就可以直接搬走 做一些防震措施啊之類的 我小時候看過一篇文章 作者呢到Japan 日本去出差 在一棟高高的大樓上面吃飯 吃飯 突然電人來了 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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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好可怕晃好兇啊 blah 跑過來說 先生你不用擔心啦 我們這房子叫柔性建築 會搖不會倒 正常啊 颱風來的時候 樹會被吹倒 草會不會啊 草不會啊 一吹過來就彎一下嘛 就過去了對不對 所以樹會倒 可是房子 草不會倒啊 所以房子搖很兇 可是不會倒 只是晃很兇 然後左邊看一眼 右邊看一眼 你就看看 就看看看看而已 好 耐震建築 我本來要自己拍 可是自己拍要花錢算了 101 101沒有這個大的阻尼球 很大 好像在79 忘記了 70還89忘記了 大的阻尼球 地震一來 它就晃 晃 晃 在晃的過程中 把能量給抵消掉 101就不會倒 101就不會倒 大的就耐震射擊 耐震射擊 OK 好 告訴你說東西要固定好 綁好 這些這些這些 不過很難啊 要你把你們家什麼 那個書架 底下下面用那個螺絲把它鎖起來 很困難啊 但不會做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個 我大學的時候 都發生過一次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的新圖書館 剛剛落成 剛剛落成 圖書館的 大學圖館的書架都很大隻啊 很大隻 可能寬有像教室這麼寬啊 高有像教室這麼高啊 很大隻啊 非常大隻的書架 對白人都是書啊 然後呢 然後剛落成沒多久 來了一個地震 地震完之後 所有的書架 跟推骨牌一樣 噠啦 全倒 你如果覺得 那個書架很大隻 我就躲它下面吧 那你就 毀了 你沒有被書架壓死 就是被那個書給砸死 啪 全倒下來 因為它沒有固定 沒有鎖住 沒有鎖住 不過要你這樣把你家的書架手袋也蠻困難的 它到底要小心 要注意它可能會倒下來 房子 然後這個是地震來之前把房子蓋好 把房子蓋好 讓它減少可能的損害 那一陣來了以後呢 躲避要決 四個字 關開避散 關 關電源 關火源 關瓦斯 避免 避免引發火災 舊金山大地震 遙樂 只有三四十秒 火燒了三天三夜 火燒了三天 明古大地震也是一樣 好一點 也是之後有很多的起火點燒起來 所以關電源關瓦斯 關電源關瓦斯 避免晃完之後起火燃燒 開大門 把大門打開 至少把你們家的落地窗戶給打開 因為怕搖完以後 房子會變形 你的門就再也打不開了 所以先把門打開 留個洞 待會可以落跑出去去 再來就是B 躲起來 找個地方躲好 待會跟你講怎麼躲 待會再跟你說 待會再跟你說怎麼躲 待會再跟你講 躲起來 最後 躲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被壓在裡面出不去的話 就趕快落跑 趕快落跑 因為會有餘症 你這一次搖你們家房子沒倒 可能下期搖你房子就倒掉了 所以趕快 如果搖完 躲完 搖完沒事了 還可以出去趕快出去 找安全的地方 叫B站 所以四字要決 關開B站 關開B站就是我們 地震災害防治的方式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好